接下來的話,我們剛剛主要完成 傑森檔下來,然後下來之後解析它 解析完之後就把它變成 總共是72個這個串列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就變成串列 變成串列就好解決了 如果它不是串列的話,那就麻煩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最後就是把它變成78個串列 但是78個串列要怎麼樣變成一個CSV的檔案 所以每個過程,你假設都是熟悉的話 我覺得應該很快網路上的資料 你要想要把它存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做後續的應用的話 那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最怕就是說你檔案無法下載下來的話 那就麻煩了 所以下一個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把這78個串列 串列就List 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CSV 或者是Excel XLSX OK 當然或者是資料櫃也可以啦 反正最後是把它存起來就對了 那可是呢,要怎麼樣把它存成CSV 其實關鍵就是這三行 有沒有 所以我建議這三行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那這個三行裡面的話 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產生一個檔案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需要寫東西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所以會需要有一個S的一個串列 那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呢 你要把這個 資料寫到CSV的話 反正最後 最重要的那個關鍵 就是你要把那個S 那個S的變數給產生出來 那個S的變數 基本上結構一定是 一個藍位名稱有沒有 那中間加豆點 然後換行 然後再低一筆資料 資料的話 一定要把它串在後面 所以一定也要是串列喔 也就是說呢 這個S的話 是一直串 全部串在一起就對了 串完之後的串列 再把它存檔起來 所以最關鍵的就是那個S 一定要是串列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那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產生這個S 那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喔 我在上方怎麼樣 先產生這個S的一個藍位名稱 那不過記得喔 尾巴一定要加反斜線N喔 為什麼 因為喔 這個也蠻常忘記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反斜線N的話 那CSV尾巴一定要換行 如果你尾巴沒有換行 它就接在一起 那就沒辦法分開囉 所以CSV的結構 一定是豆點 豆點 豆點 然後尾巴一定要換行 豆點 豆點 換行 反正都固定的 給機械化的 豆點 豆點 換行 OK 你不要忘了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都忘記這個反斜線N 好 那我有藍位名稱 五個藍位嘛 所以五個藍位加中間就是四個豆點 尾巴就是換行 OK 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換行完之後呢 底下呢 底下呢 就有七十八個 所以我用一個回圈嘛 那回圈的話呢 就是從零 零的話就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最麻煩的地方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資料現在在串列裡面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變成S 就一定要把串列呢 再轉換成什麼 成字串 所以喔 而且那個字串一定要是什麼 一定要是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中間加豆點 有沒有 所以喔 怎麼串喔 所以底下的話 可以在print list2裡面 等於是S這個 自己本身在串S 所以S等於什麼 S加 也就把上面的這個東西 後面再串什麼 串第一個 那第一個怎麼串 後面串的話呢 當然你就是 當然比較麻煩 就是 list1你要串什麼 list2這個串列裡面的第0個 然後呢 再加什麼呢 中間要加豆點 有沒有 然後呢 在list2 list2的第幾個 等於是第一個 然後後面要再串什麼 串那個豆點 有沒有 然後在第 編號2 編號3 編號4 可是問題 還要記得喔 裡面的資料 如果它不是文字 你還要轉型成STR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一直串一直串 倒不如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format 不過format 你要怎麼樣剛好 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要串的話 format的用法是 如果你有格式先給它 格式喔 我要的就是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第四個資料 第五個資料 然後尾巴一定是換行 有沒有 有點像是format 前面就是給它什麼 給它一個它的 它的一個格式 叫架構 有沒有 而且一定是文字喔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是一個文字字串的話 那你可以用 我建議哪用format format的話 就點什麼 點format就可以了 那format的好處就是說 反正你不管 有點像是 你就給它什麼 這些 如果你前面有幾個大刮弧 那你format 刮弧裡面呢 就要提供給它幾個變數 在刮弧裡面 所以我前面有五個大刮弧 所以我後面的話呢 也給它五個資料 五個資料其實齁 應該知道吧 一個roadway的坑嘛 所以第一個 0嘛 然後痘點 那就是1嘛 所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再就是2 然後再就是3、4 OK 然後就我習慣這樣 3、4的話 就複製兩個 然後分別齁 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 list 1 然後2 3 4 OK 有沒有 前面有幾個大刮弧呢 你就給幾個資料 那剛好就是其實 其實這個地方動作 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這個串列把它分開來 然後分別怎麼樣 分別放到這個大刮弧裡面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有沒有 那不就符合剛剛好 我們要的格式了嗎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串列做出來之後 並且丟給這個檔案 把它存檔 save 這樣close掉 這樣OK了 所以write到這個CSV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啊 這個前面好像也做個類似的齁 所以這裡的話 format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建議真的 format這個地方真的是蠻重要的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串 可以啦 可是我光串 我都覺得很累 而且很容易發生錯誤 有沒有 而且有些欄位如果假設它不是字串 你要轉型 有沒有 像哪一個 不是字串 應該是 PN2.5這個應該是數字啦 有可能它 它丟過來的東西 如果變成一個數字 那你要轉型 好 那如果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案應該OK了 所以我剛剛其實只是怎麼樣 再加上這一行 OK 關鍵是format OK 然後把它print一下 有沒有錯誤 沒錯誤 接下來來看一下 有沒有變成csv 好像有耶 應該沒問題 打開看看 如果假設它結果呢 會是五個欄位 12345 那這個應該欄寬不足啦 所以都緊緻 把它拉寬就可以了 OK 所以 選五欄 快點兩下 讓它自動調欄寬一下 然後Ctrl向下 應該78 有沒有 到79 為什麼因為欄位名稱多一個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看很快 就變成一個csv的一個表格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轉成csv 真的 很簡單 我覺得啦 因為主要是 關鍵是這三行 這三行等於是萬用的 以後的話 我建議這三行一定要記一下 那這三行會了之後 你再去思考 s怎麼產生的 那s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自串 所以我們先串一個 它的欄位名稱 再分別 這邊一回圈有78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78個串列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這個自串 全部串在一起 丟過來 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csv OK了 第二個 複習一下 如果它存成什麼 存成excel 那這個時候啦 我乾脆把這個檔案另存一下 比如說 這個已經做成csv 所以我把它存檔 名稱也許就叫做 pm25底線csv 另外的話 我把它另存一下 把它存成叫pm25底線好了 也許叫另外一個叫xl xl就是excel的簡稱 OK 好 那我就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我想要 因為我將來 還是會有人要跟我要excel檔案 那我現在是csv 可是你丟csv給人家 好像人家也會嫌棄 或者不要 你這個很麻煩耶 你可以直接給我excel就好了 那剛好我們之前有交過 前兩週不是有交excel 而且好像大家這方面需求還蠻大 因為我第一週問卷的時候 好像大部分同學對於excel的 這方面需求其實是很高的 另外的話 目前那個什麼 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裡面 關於python 很多都是在講有關 如何把python的資料 轉換成excel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這個會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還蠻實用的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再存檔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要存的不是csv 而是excel的話 那當然第一步這三行 一定要delete掉 有沒有 可是delete掉 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存成excel呢 其實之前好像有寫過 我是建議 如果你之前寫過 你可能就把那個範本留下來 我記得好像在哪裡 好像剛好上個禮拜就有了 上個禮拜的哪個地方 在這裡有沒有 第六頁的地方就有了 那其實如果你要寫入excel 我特別還把它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黃色的字給凸顯 所以其實第一步當然 你可以在for圍圈上面 先加這三行 然後再把資料append進來就好了 那你說 那跟那個存 那個什麼 excel有什麼最大的不一樣 其實我跟各位講 最大的不一樣是 你如果存csv 一定要給自竄 但是 存excel 一定要給竄列 所以 也就是說 這個append 序詞點append 後面 你不能給它自竄 它不接受 它一定要是竄列 喔 一定要是 那一定要是竄列 這更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就竄列了嘛 那我就不用像剛剛 還要那麼麻煩 用formate 去把這個list 特別還轉成自竄 所以喔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反而 存excel比存csv更簡單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 要怎麼樣把這幾行 把它放到程式裡面去 它就可以馬上變成 存存excel了 其實說實話 程式不多 看起來真的沒什麼 但是你如果放對地方 它就walk了 但是如果你放錯地方 它結果就是不對啦 所以很重要 每個地方 你都要是真的是了解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 就是這樣 你以後 哪怕你不會打沒關係啦 你至少看到程式來改 我覺得你也可以改得出來 但前提是你要真的了解 每一行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OK 如果你都知道的話 其實不用背 真的 像我也不太喜歡背程式 你說這樣 程式背背 一段時間又改了 有沒有 改成別的東西了 你背那麼辛苦 結果還不是用不了多久 所以像我的習慣 也會把我已經做好的範本 一定要留下來 將來照著call 保證不會錯 而且你要知道 到底給什麼關鍵的型態 所以資料型態要給對的話 當然結果就對了 OK 所以待會試試看 把上個禮拜 那個寫入csv 有沒有 再把它變成excel 如果可以 我覺得你以後 真的就太方便了 Python跟Excel 串就非常簡單了 以後你不管什麼資料 因為我跟各位講 你說爬蟲好了 爬蟲用Excel可不可以爬 也可以 為什麼也可以用Python 那有什麼差別 其實跟各位講 尤其是Jackson 檔案的爬曲 如果你用Excel來爬 哇 真的爬到吐血 太麻煩了 程式寫一大堆 也不好了解 OK 效率也沒有很好 但是如果你用Python來爬 哇 簡單多了 而且又快速 為什麼 因為它有字典這個型態 但是在VBA裡面沒有字典 沒有字典 那真的是麻煩 沒有字典怎麼辦 所以你要想辦法 所以光VBA要解決 接損賄賂的這個問題 哇 那真的是很麻煩 很麻煩的事情 不過當然我 因為我自己長時間 這兩個城市我都有涉獵 所以我另外有個課程 就專門是教那個 如何在Excel做爬蟲的 這部分 OK 那 當然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關注一下 OK 好像在打廣 好像業配 沒有啦 你們有興趣就來了解一下 我是覺得如果你多了解一些東西 對你使用工具絕對有幫助 你就不用土法煉鋼了 不然的話有些東西 你不會 就真的是大問題 人家給你個API連結 然後客戶說 這API 我以後都放這邊 OK 你以後自己搞定 怎麼辦 找人家幫忙 誰要幫你 對不對 OK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學過的話 你就覺得 小事 對不對 沒什麼問題 好 請各位試試看 把CSV部分先完成 CSV部分我剛剛的程式 就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 只是一模一樣 有 應該是這裡 剛剛這個地方 最難的應該 這個部分 OK 其他應該都還好 就是這個S 如果你可以搞定這個S的話 其他應該就小事了 再來就是這個存檔 存檔這三行固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再試試看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把它存成 就是ECEL